四斗到底会选择哪一位男生吗 让我们倒数五秒 5 4 3 2 1 今天有这样两个男孩子 为我来的这个舞台上 我真的非常的意外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喜欢我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件 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了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也许我今天做不了选择 但是 我感谢你们给我未来的勇气 我感谢你们会让我觉得 以后我的人生 会充满爱的阳光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相信大家已经 心里拜四斗的意思了 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但是两位男生真的都很优秀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两位都很真诚 来表达对自己喜欢的人 要对他负责任 要给他未来 我觉得没有关系的 还没有结婚嘛 两个男生条件都这么好 你可以再观察一下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放轻松一点 想想看你刚刚在舞蹈里面 那样的以你情怀啊 然后那种放松 不要再哭了 对不起 我忍不住 有两个这么好的人追 还有什么好哭的 反正机会都平等啊 你就慢慢地去挑选一颗 最适合你的真心 谢谢盛老师 两位也不要推脱丧气 一切皆有可能 好不好 两位以前有见过吗 我 像为了表达这个 我们还是一个友好的良性竞争 两位握一下手 叫个朋友 我只不想给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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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 错了 错了 哎 错了 错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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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没有 开玩笑了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人生赛跑的道路上 可以碰到这么好的对手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进和鼓励 好 我不会放弃 不会放弃 加油 加油 希望三位都能够越来越好 继续加油 好 我们掌声送给两位帅哥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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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 思逗 不要再重蹈覆测 就是我们经过的事情 已经有过经验 不需要再上一次课了 我的分数是 好 各位数字0 10位数字9 90分 我自己非常同意各位的一个创意 就是用杜皮舞的语会 来表现你们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你们通过这次的起舞非常之后 下来以后不要放弃这个创作 能够把整个的篇幅拉长一点 把这个故事讲得更精彩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 能够继续走下去 各位数字0 10位数字9 90分 主啊 演得非常的棒 哎呀 那个身材跳得好极了 不愧是主席 谢谢 那么我给你们的分数 各位数字0 10位数字9 90分 你们需要把三个人物立住 你上来先要把人物交代清楚 我就知道你们谁是谁 而且这个人物很好表现 因为你是古老的传说 你只要表现出来 我们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至于这个婚姻或者感情问题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思逗 多幸福啊 生活中处处都有人爱慕着他 对吗 就是时间的问题 一定会找到自己幸福的 谢谢这位 各位数字0 10位数字9 有90分 OK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区 来看看他们到底会奥特调 哪一位老师 KK 你知道吗 自从来了起舞复养以后 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坚强了 告诉大家他们这一轮拿到了270分的成绩 有些遗憾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因为在我们的威武冠军8要290分 但是三位的表演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 我们是来自首都航空的城务员 我们是国内首家用舞蹈的形式来为旅客演示安全演示的航空公司 我们都是80后90后 机身喷慧 机场快闪 空中求婚等等 都是我们年轻时尚的体现 职务员的工作呢 并不像表面上这么贡献 最难忍受的是和家人恋人据少力多 自从进了公司 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家过年了 江湖远方 祝你快乐飞行 谁是HOME PLAYER 无法攻击尽嚣 Amazing Fan 欢迎登国 首都航空气舞飞扬套航班 飞机马上起飞了 请您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尿举坐来靠队 诺康城市内 开始进行安全检查 诺库城市内 暗配揚 store 你开心 买 锅 园 您认识 还是 可以 我 Wonderfly, Buddha, Spider 心惑わすcolor Colorful I'm not gonna I'm not gonna Do you wanna be my lover? Do you wanna be my lover? Ahhh I'm not gonna I'm gonna I just wanna lie I know in my heart I'm not for one So I'll just get home I'm on vacation tonight I'm gonna leave you blind I'm on vacation tonight I'm gonna lose my mind With someone new With someone new I'm on vacation I'm gonna lose my mind I'm gonna leave you behind I'm on vacation tonight I'm gonna lose my mind I'm someone new W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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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one new I'm gonna lose my mind 太美了 太帅了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叫崔小红 来自首都航空杭州中队 现在是见习成务长 你们刚才那样的一种方式 很新颖 非常的别出心裁 可是你比如要我 我可能就只看见你们跳舞 然后就忽略了你们介绍 这些安全须知啊什么 其实呢我们的这种安全演示 并不是每一个航班上都会出现的 这是当天呢我们的一个活动 然后就想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应 没有想到旅客都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拍了很多视频 发到网上去 我喜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特别喜欢 我喜欢孙坚老师 那个啊 谢谢你 以前老师我的第一任女朋友 后来她也去做了 就是跟机场有关系的 一个部门 她现在在哪家航空公司啊 东方航空公司 所以他们刚才跳舞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什么 一老师 我一笑的 我这块肌肉都疼 如果是你们在飞机上这么跳的话 我估计我这一路上 我不会睡觉 我也不会觉得玩电什么 有什么问题 我一直在欣赏你们 谢谢 我还有一个建议哦 就是其实你们可以做成影片 就不用每次跳啦 你就用播的就好了嘛 但是裙子要改短一点 我们会更多次心情 特别想问咱们这位这个 你原来练过是什么武术戏曲 还是舞蹈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以前练过舞蹈 舞蹈 所以这个你一上来 你看那个侧空帆非常漂亮 横霜飞燕 对 好当时就没有练了 而且今天穿着皮鞋 穿着这个制服式 哎呀 那你再练练 真是不得了 你这是童子宫啊 对 而且你看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时候 会碰到有些人 总是没有把所有这个 全飞机人的这个安全 放在很重要的一个应该的位置 所以空姐提醒很多次 请她关机 她都不管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应该有像你这样的空少 在那个飞机 窄窄的这个狗子 然后坐到他 啪 一个侧空帆到他面前 请关机 她一进马就关了 吓死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天天 我们比如做一个这样的实验 两个人来扮演一下 就是在飞机上 比较难搞定的那样的客人 看看他们的服务 到底有多好 怎么样 好 好 来 有点送别 好 好 先生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这个位置的行李 我可以帮您放到行李架上吗 因为这是我们的紧急通道 喂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您可以说一下 您可以说英语吗 您可以说英语吗 您看那边 你看 哎 自拍 弄弄弄 先生 您好 我打扰一下 您给手机需要关闭一下 我们飞机马上就起飞了 你等一下 我拍一下照片 拍一会儿马上 现在不可以了 因为飞机马上就起飞了 哎 你给我拍个照片吧 好不好 咱们两个人 这样吧 那个现在我们现在飞机马上起飞了 下机之后 如果你需要我再帮您拍好吗 下飞机啊 对 下飞机你们都走了 对 您看您现在拍了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旅客 他们都急着走 哎 老人想了 哎 我就想不明白了 就是我们永远在等着你们起飞 你们都可以晚点 为什么你们等我一会儿就不行呢 等着 你看其他的旅客 那个旅客都已经 现在已经不高兴了 对吗 他自己都不拿包 他的包都放不上去 关我什么事啊 我是拍照片 这样吧 现在您看这样 我怎么样 我帮他把那个 帮那位旅客把他的包 放到行李架上去 您就把手机关一下 您看怎么样 行 你先搞定他 他 不关机 我就不放包 这样我们俩同 这包不一般的包 这包里沈老师给我的VCD 哎 你让一下 那个我得给他拍个照片 发个微博 你这是怎么那么难缠啊你 对吗 现在要不让我帮您 调换一个座位吧 好吗 让您坐在靠窗的位置 你看他现在已经支持你 然后看风景更好一些 你看好吗 你能听我说一下吗 我关手机一秒钟 他放个包 最起码需要十秒 他在最后一秒我就关机 怎么解决 我跟你说啊 兄弟 我换座了 你看 我的包已经可以 帮他放上去了 你看你的手机关闭一下 哎呦 坐在这儿呢 可以吗 哎 你逗我玩呢 是不是 你是把我引到这边来 你坐在那儿了 是吗 好 大家欢迎来收看 我们的旗友碑啊 好吗 我如果遇见咱们这两个人 我绝对没你们这么好的脾气 对 真的很讨人厌 谁 我椅子都推开了 我想去抢你的手机 如果我的旁边座位 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 我都想打他 我去支持他 哪有你分明就很熟练 就是你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啊 我看得很心急 要不要前空翻 然后把手机夺走 然后顺便把包拿上去放 这个我看以后可以试一下 真的 有劳你了 真的 有些人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当然了像你们这么文明的人 不会了 那不会 我们业内有一句话叫做 旅客虐我千百遍 我带旅客如初恋 好的 谢谢孙姐 谢谢 其实很多人看到空姐空少子 这样工作会觉得特别羡慕 觉得他们特别光鲜亮丽 但是生活当中的他们 其实跟家人见面的机会 也特别难 聚少离多 但是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 是不可以回家的 过年本来就是应该 一家团聚的一个日子 但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有的父母 就会去买一些机票 然后去陪着孩子 在飞机上过年 就这样的 谢谢 在我们团队当中 有一个很开朗的女孩 一次在工作当中 错失了跟自己 知情见面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我还飞 乘务学员的时候 就有一天中午 我姐夫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我父亲去世了 但是我下午呢 还是有航班的 我师父就跟我说 因为你是乘务员 你要用你自己的职业修养 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情绪 带到飞机上 带给旅客 然后你必须要微笑 所以我整个下午就是 就一直是微笑着 坚持飞完了这个航班 加油 我们再次把小声送给这些 在天空当中独特温暖 永远不消失的彩虹 献给你们 接下来进入他们的大分时刻 10月30号 美国维珍航空 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飞安的宣导 但是他们都是倾向 美国偶像跟敬情舞蹈的 这些职业的舞蹈演员 然后来做一些歌舞剧 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 我觉得是更诚恳 更可爱的 谢谢老师 这对我们非常大的肯定 谢谢您 各位叔叔 10位叔叔就95分 我自己非常喜欢 你们的这次的表演 能够把你们的生活 和工作中的动作 化成舞蹈的与会 让我们看了以后 对乘舞员 飞行员们 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各位叔叔 10位叔叔就95分 在地上如果有很多的冷漠 那么在天上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的温暖都能够回来 所以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谢谢老师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 对 对 陈老师95分 你们的舞蹈 说实话 咱跟别人那种专业性的舞蹈 没得比 是不是 但是起舞飞扬这个舞台 它是欢迎你们的 就是如果把这个面罩 安全扣再突出的表现 就是在我们在边跳的同时 能更加地强调于这个东西的话 会更好 谢谢您 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能做你们的航班 95分 谢谢老师 一起吧 一起吧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奥特区 来看看他们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呢 小强姐 您太美了 被女生嫉妒了 真的没有关系 我们的美好呢 就从这个误会开始 我们的未来呢一定会非常美丽的 谢谢老师 如果我们的乘客都像您一样 我们每天都开心都跟花儿一样了 就谢谢您 谢谢 那这一组呢拿到了285分的好成绩 跟我们的威武冠军巴士同分 所以恭喜他们进入威武冠军班 我是新来的乘务员安佑德 我们来自 泰原师办学院舞蹈系 我们两位编导 多次去农村进行采风 来观察机的一些生活状态 许多动作我们都是根据机的一些形态 进行改编的 我们采用了山西民间舞蹈 滑汉船的一些动作素材 用了反串的手法 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辉谐幽默的回娘家的故事 找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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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她 你好 葳老师 你好 来 来 来 我是魏燕蕾 回娘家呢 她讲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 带着一群小公鸡回娘家的故事 这个舞蹈的创意呢 是我们山西古时候呢 把这个鸡呢称为凤鸟 就是小姑娘出嫁的当天 和第二天回娘家的时候 要抱着这只凤鸟回娘家 她还寓意着吉祥如意 我养过鸡 我最多的时候养过13只鸡 对 所以我对鸡特别的熟悉 我在想老师 你在训练她们表情的时候 是不是花了相当的功夫 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 我们的两位编导呢 先后去农村 一共去过5次 我们在排的过程当中 就要求孩子们 你不能把自己当人看 你得把自己当鸡看 照出那种鸡的感觉来 来介绍一下 其中有一位吧 李克 来 今天来七五分享表演这段舞蹈 有一个幻觉风波 在你身上发生了 是吗 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其实老师最初排练这个舞蹈的时候 那个母鸡的角色是我先尝试的 后来被她抢去了 为什么 对 那个因为我的体型 跟她的体型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比较像公鸡一些 就是你的背会比她更亏 对 要雄壮很多 你觉得你没有她雄壮吗 没有 李克 也不亏 他私下里告诉我说 老师 那个伪动走的是 这个民间小媳妇的范儿 我就给大家演绎一番 国际范儿的小媳妇 小媳妇 有一小段才艺 好的 包大大大 你快要不来来 马外找醒来的女儿来 乔呀乔呀不来来 为你选你呀你把她在 可惜儿情在哪儿来 乔呀乔呀不来来 乔呀乔呀不来 乔呀不来 对于刚才这一段的 足肩上的小媳妇 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地 再巧妙一点 比如我们不一定 非要穿着这样 非常国际性的足肩鞋 你完全是可以 里面是足肩鞋 外面你用鞋 用袜子 甚至是敲这样的东西 把它美化了 完全跟你的服装 形成统一的风格了 这样看上去的话 就不是生硬地去嫁接 就有自己的一种创新在里面 那我很好奇 你这些同学们 到底是来自于何方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队伍的 16个孩子当中 有14个孩子都来自农村 大部分的孩子的学费 就是大学期间的学费 是靠他们打工来交取 有一些如果就是说 机会不太好 打工的那个工资不太高 他就先拖着学费 反正现在在占的 还有没有交学费来了的 孩子们大多数好像都很少时间 能跟父母见面对不对 是的 最长的可能有快三年 就是邱师盟 思远呢 一年半了 想他们吗 非常想他们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而且又非常是一个很神奇的节目 看看张思远的妈妈 能不能来到现场 妈 妈 您好 饺子是您来到湖南以后 特别给他包的 在这个给他煮的 在家包好的 这孩子一年半没吃 我包了饺子了 孩子挺辛苦的 嗯 假期期间都打工 好 就孩子们都吃吧 都想家 这孩子们都辛苦的 这小子当中 除了本身的味道之外 还有更多的思念 也是妈妈对孩子们的爱 辛苦了 阿姨 辛苦了 谢谢妈妈 不谢 直到现在 我在每一个表演 每一个演出 每一个戏剧 我们家人还是会看 还是会关心 那么有一些好的新闻 他们会笑笑的 有一些不好的新闻 比如说像我整形啊 造假啊 我就会说 妈 都是你 把我生得不好 所以别人会怀疑我 那我觉得 就是因为今天 有这些家人的支持 我才可以 很坦然 我觉得你们会有那么一天 你们的家人 会来分享你们的荣耀 好的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 大分时刻 在演鸡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表情都很好 但是我希望有一些外面的东西 可以帮助到他们 比如说羽毛 当他们在动的时候 它这个会晃动 这样子的东西就会盖着他们 就是像鸡的灵性 会帮助到孩子们 好的 谢谢 好 我给你们的分数是 95分 加油 我觉得这个作品 我想如果再进一步 再更完善的话 应该是从鸡的舞步上 再去开掘 还是有希望能够做到最好的 这个作品 鸡也很好 对啊 好 我给你们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50位数是95分 作品的出发点特别好 源自生活 在生活里去寻找艺术的突破点 同时呢也特别希望老师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A决B决 轮着演一演 然后大家共同地 去把每个人生活中 观察到的细节 融入这个节目 希望越来越好 各位数是50位数是95分 小小姐姐 我们的鸡是山西的凤鸟 是吉祥鸟 你们的这一个舞蹈呢 一定可以给家里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带来幸福跟平安 100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特区 来看一看孩子们 到底会奥特调哪一位老师之前呢 先休息一下 一段高高 待会儿为你接下来